我們受到了極貧地政府的打壓 我們的資助未取消 我們的校舍未收回 我們沒有放棄過我們該國的立場 港專的前身 包括工人野校和勞工子的學校 都是在戰後1946和1947年成立的 因為打完仗 所以經濟很差 沒有工做 所以這些工人的子女 他們是沒有能力去有讀書的機會 我們的一些工會的前輩 就成立了日校的勞工子的學校 和夜校的工人野校 就幫兩批人去解決他們的困難 當時整體的勞校 是有政府的津貼的 到1949年之後 因為新中國的成立 整個政治環境改變了 所以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也改變了對這些左派工會團體 或者是學校的一個態度 當時來說 我聽到的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護校的抗爭 一個叫護樽的抗爭 當時的旺角勞工子的學校 但他沒有自己的校舍 他是要用旺角觀立學校的校舍 但是因為當時的勞校集團 就堅持要愛國 所以政府就用一個理由 就說我們都不扮旺角觀校了 所以就不再給旺角勞工子的學校 再用旺角觀立學校的校舍 就趕了他們走 在1949年之後 政府就覺得 作為津貼學校 就有兩個一定要做 第一就是在課室裏面 要掛英女王的帳 第二就是在學校裏面 要掛英國的國旗 當時我們的前輩就決定了 堅持掛五星旗 就不肯掛英國旗 老校就被取消了進貼 學校當然很困難 你又不可以加學費 那時候的老師 是不但沒有糧出 甚至有部份的老師的家境 都支撐得到 甚至是捐自己的錢出來 幫學校繼續維持經費 但這樣長文難顧 所以也都在和一些支持人士的商議底下 就發起了籌款 其中那種形式就是賣花籌款 其實今日的賣期籌款 前身就是賣花 當時這個賣花籌款 在那個社會氣氛下 是很踴躍 籌到的錢 但在五十年代初期 這是一個巨額數字 是破了當時全港籌款紀錄 我們這個初心 都是為我們的基層市民 特別是那一班 我們經常說 現在用來的詞 去弱勢的一班市民 到今天為止 港磚都沒有放棄到 很多天 都沒有放棄到 去弱勢的 全港磚都沒有太多